设计仅有十米的采样点距 使得取样的精确度提高了数十倍 浴茶组细细筛选着每一块石头 而工作量也因此成倍的增加 转眼间就到了年底 这也是隆冬季节 而我们的浴茶组终于传回了捷报 金龙山有了重大发现 这可真是峰回路转 王世忠迅速赶赴的矿军部署 钻探施工方案 不久钻探证实地下存在一条 二十米厚的卡林形的矿化 大规模的勘探战役随即打响 金龙山大型卡林形金矿房 终于得以问世 先走了金龙山这个矿段这个矿期 原来从这个以色列腿又发现了这个丘陵 腰间高楼山就四个矿段 那当时厚度都挺大 都二三十米厚度平衡平衡平衡的话都在五六可动 金龙山不知在宇宙间城市了多少年 因为大笑王世忠的坚持和执着 让他露出了真面目 而金龙山从此真正的成为金山 被永久的载入史册 明耀前行 从1962年参加工作 步入地势探查事业 几十年过去 王世忠踏过千山万水 微微秦岭深处滔滔黄河岸边 青藏高原中原大地 到处都有他跋涉的足迹 躺下的汗水 历史将会永远记下这样的意义 大笑王世忠先后参与和主持探明 大中小型矿床十八个 累计停销可供工业利用的黄金础量 近七十吨 潜在的经济价值达到人民币一百亿元 1995年的十月份 王世忠获得了中国地质学界最高奖项 第四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时至今日年过七旬的王世忠 依然是武警黄金第五支队的技术顾问 战友们都说 说王老总 那